大家好 升旗而得道 今天是2023年2月16日 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的節目也是會在晚上時間播出 請大家注意 本來就是分了上下週時段 主要是為了 緊貼香港當日的新聞 尤其是如果有突發的時候 因為 當我在英國的時候就有時差 所以 才主要把它分開做兩段 現在基本上我跟香港的時間 是相當接近的 所以 就是 在晚上的時候 是說回當日的 所有的新聞 以及時事是最好的 所以這段時間 應該就是主要是晚上有節目 所以請大家注意 我們這節要繼續跟大家研究這個 是35家 47人案件 香港 民主派初選案件 被人控告 串謀 顛覆國家政權 說起這個案件 繼續要說的是 歐樂軒 歐樂軒 最新 開始被揭發出來 原來歐樂軒 最早 在前年 9月份 即2021年 9月份 一 被警方 拘捕 起訴 當時他原來就已經 直接協助警方 調查 這個案件 所以換句話說 很可能 原本沒有控告那麼多人 沒有拘捕那麼多人 因為有 歐樂軒 全力協助 所以 就是有齊了資料 所以 可以在這個案件裏面 就是拘捕 拘捕到那麼多 而且現在 不知道 所謂這個案件 還有沒有下物 跟很多 黑社會的案件一樣 其實 有空又拘捕 又找回那個證人出來說 有空又拘捕 又找回那個證人出來說 從來都沒有人說過 不會有另一單案件 是繼續控告串謀 你也不要以為 你這個串謀不是只有ABCD 你控告四個人 只有四個人串謀嗎 不是呀 不好意思 你又搞錯了 你串謀他喜歡控告的時候 ABCD EFG也可以在後面 其實是很恐怖的 那些所謂法律 這個還要是國安法控罪 你更加不用指望 因為前面告完ABCD 就告訴你 EFGH可以沒事 從來都沒有人說過 更何況 有個萬能的證人在這裏 有個萬能的證人 在這裏簡直是 放題 喜歡說甚麼就說甚麼 這個 Tony跟我說 很離譜 平時 那個所謂黃圈 賣一點點東西 賣串魚蛋 賣杯奶茶 就跟你說怎麼吃人血饅頭 這樣就叫吃人血饅頭 你現在在歐樂軒做甚麼 人血自助餐 人血放題 喜歡睹誰就睹誰 喜歡講誰就講誰 如入無人之境 平時罵人吃人血那些也不知道要去哪裏 所以其實有時 我們看到這些東西真的覺得很不堪 你看到那些雙重標準才是最不堪 原來香港 其實香港不是原來 我告訴你 我早就知道 有時候我們不想說 看到 這個案件我就忍不住要跟你說 香港就是如此不堪 罵 你 吃人血饅頭 罵到陣陣有詞 你賣魚蛋 賣燒賣 我都忘記賣甚麼了 上次那個 連銷 612加連華 被人罵到反艇 我再說一次 我不是想幫他辯護 但是標準是有問題的 那時候罵到多興奮 現在出來 人血自助餐 人血終極放題 死亡筆記 喜歡填誰的名字 我都很懷疑歐樂軒真的藏了一本筆記簿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一開始都錄下了 我都不知道他有沒有save下了 你隨便打開電話 誰在裏面 的list有的 他就說你有關也可以 叫歐樂軒記一下有沒有見過他 有多難 這簡直是人血放題 你會看到 那群衛視都不見了 所以真的不禁問你 到底哪件事重要一些 賣串魚蛋就很危險 危害到你光復香港 原來全部人都要坐冤獄 就無阻大局了 這節要說 原來歐樂軒自己在庭上面爆出 在2021年9月份他已經開始 在幫助警方 在收集 這個案件預備控告資料 我們繼續講久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 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你的節目清單 打開你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屋大發 希望各位繼續支持 支持 裝了PiNet的朋友 繼續按閃電鍵 我們會繼續做好自己的本份 一提到這個47人案件 首先第一 還有很多人 到現在都不認罪 堅持到底 歐樂軒 由被人拘捕你那一刻開始 就已經決定 不單止是所謂和盤拓出 甚至乎 是合作到 不能更 合作 這個難以想像 當初最早傳出來 說民主動力趙家賢 會去篤灰 誰知道 歐樂軒 2021年9月份 就已經 徹底 compromise 結果 你就會發現 歐樂軒為甚麼是正攻 那麼重要呢 原因就是因為 歐樂軒 電話簿 即是他那本死亡筆記 上面的人名是多過趙家賢的 各位明白嗎 我真的很認真告訴你 歐樂軒 是社運圈 電話簿 每個人都認識 每個人都有辦法談 趙家賢沒有的 趙家賢 很喜歡搞小圈子 不是他那派的人 他也不會跟你聊天 怎麼會有你的電話號碼 所以 警方 捉住歐樂軒 說他比較好 國安處說 歐樂軒的電話簿 人名多一點 跟他合作 結果歐樂軒真的很合作 他真的拿了電話簿出來 你說恐不恐怖 香港原來可以這樣的 有這樣的人 你真是 再想一心一層 到底歐樂軒 其實你那麼多年以來 你是不是真的處心積累 去儲低別人的電話 到有需要的時候就拿出來救自己的命 是不是這樣 有時候為甚麼 北京 中聯辦 港澳辦 每一個單位 都覺得香港 絕對在自己控制範圍之內 其實有時候 多得就是這一班 溝通派 積極 喜歡跟中共溝通 而這班人 一方面 就是跟你說 說他們是爭取民主最大的黨派 你說我是中共 你是不是真的覺得我已經徹底控制了香港 我有建制派 我有民主派在我手上 民主派又喜歡跟我溝通 所以 北京在2019年 是想不到 他想不到會爆發時代革命 其實 因為他認為 所有的勢力基本上 都在他的掌控之內 所以你現在看 你就知道為甚麼 因為真的 是有人做這種事 雖然我不是說叫你 電話號碼不要給人 你對付中共 就不在乎到底你的名字 是不是在歐樂軒 電話簿上 但是 最低限度 在這個 47人案件裏面 就肯定是 很恐怖的 你看看內容 他們來來去去 就是看看他的WhatsApp 群組 誰在裏面 誰不在裏面來決定誰有份參與 就是這件事 所以 恭喜你 譚香文 你沒有份的 因為這群人 一開始圍個圈 你就沒有份了 所以 你肯定就不在這個群組裏面 我一定要利身 我說他絕對不算是督灰 因為他現在完全變了建制派 所以 所以 有時 大家想想 香港沒有人喜歡碰政治是很正常的 骯髒 骯髒 到你難以想像 只有幾類人會碰政治 不妨告訴大家 會碰的 首先 有一種 你真是相信 會成功 可能 未必一定正確的 或者可能手法 不夠成熟 想法還是比較天真 但不代表他到最終會失敗 例如 戴耀廷 戴耀廷 我看不到他是為了任何利益 去做這些事 不過 戴耀廷的手法 對著中共 說真的 是太過天真的 其實 第二 第三類人 就不用說了 一定是計算利益 你也會問一個問題 這個地方有甚麼利益 這個地方的利益 最主要就是選舉的議席 議席是值錢的 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議員 你不要說立法會 區議員 也欠崩潰 區議會有多大權力 然後 不稀罕這些利益 當然 更多 對於沒有錢的人來講 是很多錢 對於 不是那麼窮的人來講 這些東西沒甚麼特別 所以香港沒有人碰政治是很正常的 剩下還有一個會碰政治 就是中國共產黨 要控制你 嚴格來說 是這三類人 第一類 絕無僅有 小知有少 所以你說有時 對政治厭惡很正常的 因為來來去去你只看到第二類和第三類 第一類人 在2019年也有很多 絕大多數不是死了就被抓了 再不是就流亡了 像我們一樣 如果不是就死了就被抓了 剩下你會看到的 就是第二第三類 我也不知道第二類和第三類有甚麼分別 其實他們都是一樣的 還有 通常第二類和第三類 會合起來 整死就是第一類 你現在看到 基本上 就是 大部分的人現在將會死在歐羅軒手上 這裏真是不禁要問一個問題 我想問大家 如果你要光復香港 你要怎樣對付歐羅軒 你們自己想一想 我這一節不想提供任何答案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出來大大聲聲 罵人吃人血饅頭的人 我很想問他們現在去了哪 我很想問你怎樣對付歐羅軒 麻煩你們 詳細交代一下 你們有甚麼策略 有甚麼方略 有甚麼計劃 要對付歐羅軒和趙家賢 我這一節不說我們有甚麼計劃 我心目中有計劃 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三個酒店 為 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只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個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